好的 我们继续来共同学习列子智慧 先看原文 人胡能绝 匪幼自天 伏涅游人 我乎辱乎其伏之乎 一乎乌乎其知之乎 其子伏小 中叶三一 一约脚氏 二约鱼氏 三约卢氏 整其所及 脚氏为纪粮曰 辱寒温不洁 虚实诗度 并由鸡宝色欲 精绿繁散 非天非鬼 虽贱可公也 纪粮曰 众一也即禀之 于氏曰 女胎 女使则胎气不足 辱动有余 并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来建议 福可已也 纪粮曰 良一也且实之 卢氏曰 辱吉不由天 亦不由人 亦不由鬼 并生受刑 即有智之者已 亦有智之者已 要时其如如何 纪粮曰 神一也 众注浅之 而纪粮之即自劳 好了 我们来学这一段啊 说纪粮是杨朱的朋友 杨朱是谁呢 杨朱就是之前我们说过他 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就这么个人 他提出来的呢 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其实呢 杨朱的思想啊 和我们当代的大部分人的为人处事方式是很像的 他说 你们别人怎么着都行 你们别人帮助别帮助他人 我也都很支持 你帮你 你帮助 你拿钱帮助一些人 我也挺好的呀 我 你是好人哪 你善良啊 你善良吗 我也善良 但是我不能帮别人 拔一毛以利天下 我们帮别人不行 我自己钱还不够呢 是吧 所以这属于精致的利己主义 你扫血 扫血 我扫我们家门口这一块就可以了 你们家的关我什么事啊 我把我把自己累坏了呢 所以呢 大部分人呢 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当代的中国社会当中 大部分人是自认为自己是善良的人的 可是实际上他的善良仅次于没有 就是不耗费他任何自己的利益和资源的前提下 他可以表达自己的一种所谓善良的态度 但善良可不仅仅是一种态度 善良是你真正的要用身体力行去实践的才行 所以我们很多人没有人觉得自己是邪恶的 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不善良的 而实际上来说我们当今社会的中国人大部分并非善良之人 善良是有定义的 是有行动的 什么样的人能称之为善 什么行为是善 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 那都是有具体的定义的 所以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善良 哎呦 我这么善良 我为什么会有不好的遭遇 哎呦 我这么善良 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我这么善良 怎么怎么着的 等他一身一有了厄运的时候 他觉得哎呦 我这么善良 其实呢 扪心自问未必是一个善良的人 很多人呢 自己一有病了 就开始什么水滴愁啊 轻松愁啊 然后往这个朋友圈分享啊 分享这个 哎呦 帮帮我吧 我这个一生善良是不伤害别人 那不不不不不不不 如果你说仅仅不伤害别人就叫善良 那你对善良的定义下的实在是太太浅了 或者说太那什么了 那就是你对道德要求的标准太低了 不伤害别人就叫善良啊 那怎么可以呢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一个人内心很恶 他都他的恶都是在心里面的念头没发出来 他不做 那他也是善良的人咯 他想的都是一些邪恶的想法 但他没做出来 没有真的伤害到别人 那他难道是就叫善良了吗 那不能这样讲 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当中对善 对君子的定义是很高的 对君子的要求 对善良的要求的这个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 而你说的不伤害别人就叫善良 这是非常低的 可以说是做人本身就不应该伤害别人 你做人这是做人的最低标准 你怎么能认为这是善良的标准呢 做人本来就不应该伤害别人 这是这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正常的道德准则 你不能把它作为善良的标准 不是吗 好了 我们来看原文 说季良 季良呢就是羊猪的朋友 季良得吉七日大剑 季良生病了 那七日大剑 大剑是什么意思呢 大剑就是死亡 死掉就叫大剑 那他说七日大剑 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病情很危险 可能七天后就有可能要死 说明是危重病 然后呢 这个季良的儿子就围着他哭啊 说要找医生 季良就跟杨猪说呀 说我的儿子不太行 不孝如此 他说又他跟杨猪讲说 我儿子太差劲了 太不孝了 你能不能替我教训教训他 他说怎么教训呢 他说你做一首歌 唱一唱 中国有文化的人呢 都是有这个礼乐并行 既要学礼 又要做乐 礼是什么呢 礼就是懂得规则 懂规矩 中华是礼仪之邦 很多人不懂得什么叫礼仪 现在你看看这个日本呢 你到日本去的话 你就能感觉到 日本人是非常有礼貌的 他们对人规矩很多 晚辈对长辈 那个鞠躬啊 人与人之间相处啊 都是比较有礼仪的 这个礼仪不是日本本土有的 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传到那去 他们学了 并且传承下来了 我们中国人把这些礼仪给丢掉了 当然礼仪并不是 并不这个单单的 只是指这个 见面有礼貌 握手 说话有礼貌 说文明语言 不是指这个 礼仪它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规则 比如说我们说办婚礼 葬礼 国家祭祀的这个庆典 这些都是要有礼的 你好比说我们国家有阅兵室 有什么 有什么什么庆典 那时候放多少个礼炮 那个都叫礼 那这是不能乱的 古代人认为这种大型的礼法活动 这个关系着国家设计 你好比说这个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宋啊宋国有一个皇帝有一个有个王啊这个宋王啊他就是不太不太注重这个他主张什么呢第一个他没有任何这个敬畏之心他不敬天不敬地不信鬼神不信宗教他什么都没有他干嘛呢 他是用皮革用皮革呀包了一些这个动物的血挂在高杆上然后拿剑射他那一射完了是不是满地喷血呀满地喷血他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把天我把天射死了他说我把天射死了他说我射天啊什么意思呢我不敬天与天斗其乐无穷啊老天你能奈我何呀什么什么你们都敬天信天拜天我不信我不仅不信我拿剑射他他不敬风不敬畏自然不敬天拿长鞭抽地拿大鞭子往地抽与地斗 那告诉说我不敬地啊然后呢他呢待着没事在在房间里玩玩着玩着就让人喊他万岁啊而且是一层一层喊所有听到的人必须跟着喊然后呢他皇宫里面一层一层就往外喊所有听到的人就都要喊万岁同时他毁坏各种宗教祭坛国家设计祭坛 那他毁掉这些东西把这个啊当时一些有信仰的呀一些民间信仰啊敬天的呀还有国家设计的这个祭坛呢都给毁掉他一干这个事怎么样啊就有这个有懂理的这些文人们就站出来说话了说什么呢说这个但这些宗教文化祭坛在以前都是亡国国家一亡了怎么样啊才要会把它毁掉是一个外族比如少数 民族进来了把你们原来的这个你们本来的这个宗教文化设计坛给你毁掉你现在自己毁自己的宗教自己毁自己的文化自己毁自己的设计坛你就是要亡国呀你自己自己在做亡国的事情所以这些文人就来劝他那他是不听的谁劝他他还要把谁杀掉同时呢他不仅如此他还对其他的诸侯国呀发动一种啊 很激烈性的外交啊人家搞外交都是温文尔雅的对人家都是搞微笑的他不啊他是干什么呢他对外呀都是搞武力的啊威胁的说话都是带刺的外交后来周边这几个小国怎么样啊就说了说这个这个说这个他太狂妄了啊对我们造成危险不如我们几个联合起来把他灭了后来呢这周边的这几个就把联合起来 就把他给灭了啊这个这个宋这个宋国有这么一个啊他叫什么名我忘记了那他好像叫宋威王那我不太记得了啊所以呢他就是一个什么与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那他你看他他他涉天吗与天斗抽地吗与地斗啊这个搞搞这个啊搞这个攻击性的外交啊与人斗啊最后怎么样呢都来都去成了亡国之君 那这是第一个理我们中国人讲理呢讲的是各种礼节规矩啊说话有说话的规矩晚辈与长辈讲话有规矩学生与老师讲话有规矩你到哪去你说一句话人家就知道你的程度山山野莽夫他不懂得这些大的规矩但最起码他也不会张口出口成脏骂人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直播间里的一些 一些一些人张嘴就骂人进来就开始骂人的那种人在古代人看来那是畜生都不如啊你还别说说他是人说他是人都美化他他那是畜生行为你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山野莽夫没有文化的人他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呀他也不能见人就骂人呢那怎么可以呢这是礼第二个就是乐音乐呢第一个用来抒发情感第二个呢 在这个各种大型的礼仪活动的时候啊他需要音乐就好比我们说有你们看的现在婚礼的时候新人一出场得有音乐你没有音乐你感那个感觉是不对的就古代没有的大音响的时候他也吹吹喇叭很热闹吹吹喇叭敲锣所以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工具包括能抒发我们个人的情感 包括能够在我们治理治理的时候啊进行各种礼仪活动的时候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气氛的烘托 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呢他喜欢干嘛呢弹鼓琴弹琴弹琴的时候呢自娱自乐自己唱 所以呢这个杨朱啊啊他就是个文人伎良跟他说呀你编个歌唱一唱我儿子太不孝了啊 那他唱歌了这个他唱了一个什么歌呢天奇浮食啊天奇浮食是什么意思呢说天都不懂的这么一个东西天不认识啊天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比天还早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生命的本来 上一讲我们提到了说生命有没有主宰呢生命应该是没有主宰可是 我我们并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命啊那么生命活着是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出生 为什么会出生呢又为什么会死亡呢生命的主宰究竟在哪里呢他说天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天奇浮食人糊能绝啊天都不知道那人就更不知道了 人就更没有办法搞清楚生命的这个本来了 匪幼自天啊 你去求佛 求菩萨 求神仙啊求上帝 你还是求什么大师没有用 求谁呢只能求自己 求自己改过向善 求自己做好事做好人自助了天才会助你 你自己不往好的路上走 你光想求上帝求佛求菩萨求谁来保佑你不可能所以叫匪幼自天 并不是说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他要来保佑你 我本人是佛教徒 我是佛教徒我也不能求佛来保佑我 为什么呢因为佛不管这个事佛是一个教育家他只把道理讲给你你根据这个道理去做才能自幼才能自己保佑自己 在这里面这个列子里面讲一个匪幼自天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想求一种所谓的超神秘的或者超自然的力量 而是你自己要做到与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同频 你好比说吧我最近不是出了这个咒语专辑吗出了这个咒语的歌曲 你念着念着我就有一种感受 什么感受呢 就是你会与一种强大的强大的力量相融合 并不是这个力量来加倍你 不是 是你与这个强大的力量同频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共振的原理你这边这这个和尚庙晚上一敲钟他家的锅就跟着想啊距离十万八千里呢他那个和尚庙在山上他家在山下做饭一到晚一到那个城中木骨啊早上那边一敲钟他家锅就想什么意思呀同频共振原理 你自己去练接修好自己的行为修好自己的身口意把自己的行为修好了把自己的语言修好了自己的意识修好了再加上适当的适当的指导的这些方法 你就能与强大的力量共振与强大的力量同频 那你说到底是不是所谓的神秘自然力的保佑呢其实我们也很难讲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保佑了你得保佑了其实也是自己保佑的自己 那反过来呢你这边跪在那求这个求那个可是你一句人话不讲你一句一件好事不干 那这个力量是没有办法与你同频的不能与你同频那就不能保佑所以归根结底是谁保佑的谁呢是自己保佑的自己 说来说去还是一种自诱我们这个宇宙是有磁场的是有能量的是有分子原子的振动的你看这个空气我手我手一挥好像是空的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满满的都是空气的原子分子那空气是有原子的啊我手一推这个原子分子无处不在 所以你你念一句所谓咒语也好你发一个善的念头也好这个虚空宇宙都是知道的 你身边的原子就知道而你身边的每一个原子与与宇宙深太空的某一个原子他们当中也是有连结的 你觉得很远那是因为你有空间的限制对原子来讲他没有什么空间的限制 所以我们所谓的修行也好啊念佛也好啊送咒也好啊打坐也好啊啊或者我们的修为也好其实就是要同频把自己让自己与善的那个力量去同频就像一滴水你汇入那个善的大海 然后呢一切美好的东西他都显现了因为那个海水是清净的那海水里面有一切善良的美好的爱都在这个大海里面你只要让自己汇入这个大海就可以了与这个大海同频共振这就对了 那反过来呢你不干好事你成天呢骂人啊害人想的勾心斗角那人我是非成天干的都是这些坏事嘴里面一句人话不说啊你也有同频的那坏事也有坏事同频的要不怎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那坏事他也有强大的磁场那什么呢死海黑海刚才我说那是清净大海那这个不好的这个呢他也有大海啊你你不你不 你不用那什么你只要做这个事你就与那个黑色的大海同频于是呢各种不好的人不好的事慢慢的都在你身上发生有的人说哎我我反正我也没没没主动干过什么坏事但我也不想干好事哎我骂你的怎么着啊我我也没发生不好的事啊对没到时候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慢慢等着啊你慢慢等着你也不是进了死海马上就死你也不是进了黑海马上就黑的 是不是他慢慢的你这一滴水进去了慢慢的他他他他就同频了他就共振了是吧所以你急什么呢你别急呀有的人就是这样啊有的人就跑到这来讲哎我就骂你了怎么着吧我也没有没有遭报应啊你慢慢就遭报应了你自己还知道呢还还还还知道骂我可能会遭报应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就叫什么呀 这就这就是念头啊语言磁场声波能量这种共振啊这里面讲了一个匪幼自天你不要求别人你不要渴望哎呦哪个大师啊你给大师八万八千八八大师给你烧个大船好了你你一切都好了那就迷信那是骗人的啊还有一些贪官呢啊 有一些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这个干干坏事的呀啊以为跑到庙里捐点钱啊那什么哎呦能不能就把我夜消了呀一马归一马啊你干了好事你有你有好事的震动你做的坏事呢他也有坏事的震动他一马归一马所以呢这这个东西不是拿来交易的啊 咱们必须得放下这种所谓跟圣人做交易的念头圣人不会跟你做交易的啊一经里面讲叫自天又知极无不利儒家讲叫什么呀自助而后人助自助而后天助你得自己帮助自己啊死海黑海在欧洲啊那你想那你去逛一逛也挺好的死海那听说一一堂里就飘起来啊我的打比喻又不是真的说那个死 死海是吧我打的是个比喻那那列子讲匪幼自天啊他说呢你自己啊那我我以前老讲那个对联说这个观音庙啊观音庙门口有个对联对联叫什么呢啊叫如不转念啊呃如不如不回头那sorry啊如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人们都知道观音救苦救难嘛就跑到这救苦救难观世音啊您帮帮我吧那如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啊你自己不知道回头谁能来为你救苦救难呢你跟他那磁场对接不上啊是不是那他要救你他来了你看不着站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为什么呢你这磁场你这个这个能量不共振不同频 不是一个频道啊不是一个频道的你这遥控器你看的全是全是这个台啊全是全是动画片地狱台是吧所以你看不到来救你你也看不到来救你你也不上钩的所以如不回头上脸如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若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你自己能够转了念头 观音说何须我大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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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靠天保佑 不能是把你自己的这个命运 完全靠天去保佑 可是我们反过来 划分两头讲 你的生命完全靠自己吗 也不见得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生命 不能完全由你自己做主 我不想生病 但是我说不生病就不生病了吗 我不想死亡 但是我说不死就能长生不老吗 也不行 所以呢 说这个生命啊 有一部分是你能把握的 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你把握不了的 那天灾地震 火焰火山喷发 发生战争 发生大型瘟疫 这都不是我们人类能决定的 不是你决定的 所以伏虐游人 他说呀 不是由天保佑的 你不能求天保佑 但是也不是完全你能够 都是你把握的 你能够转变的 只能是自己 你想改变世界 你改变得了吗 是不是 你没有那么大能量 所以你能改变什么呢 你就只能改变自己 列子这里面讲了一个生命的根本 那不是上帝给你的 不是什么神给你的 也不是天给你的 天做不了主 那谁做主 说我自己做主 你自己也不可能完全做主 你自己也做不了多少主 有一部分当然你能做主 你今天晚上吃什么 做什么菜 你肯定能做主 你爱谁 嫁给谁 你也 也基本上能做主 有的时候未必完全能做主 基本上能做主 生老病死 你肯定做不了主 生老病死 不归你管 你做不了主 你的生老病死 你做不了主 别人的你更做不了主 那到底谁做主呢 答案在这里面 但是呢 他没有明说 大家得靠自己去悟 接下来讲了 我呼辱呼 是我吗 是你吗 其福之乎 不知道啊 一呼呜呼 找医生吗 那 生命这个事 医生知道吗 医生能管吗 我们现在你到医院去 你得了绝症 你有点像 巨上美的 艾伦老师 不 我想当凯文老师 我 这什么都有啊 我们现在有时候到医院去 你看我们看那个电视剧 看到那个电视剧 电视剧里边 讲的是得绝症了 然后说怎么办呢 回家好好休养吧 我们这边也束手无策了 所以你问医生 医生能掌握你的生命 不行 乌乎乌 乌乌书的乌 你找大师 你找法师 你找牧师 找神父 其知之乎 他们能知道吗 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 他也一样掌握不了自己的生老病死 他也一样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业力 因为他也在业中 他也受这个 这个不知道什么主宰的这么个业力的支配 他也受这个东西 他也在这个圈里面 你想跳出这个圈 但他也在圈里面 其知之乎 他们能知道吗 当然了 这个他是唱出来的 我在这里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调调 但是这几个 我胡乌乌乌扶涅猎由人 我乌乌乌 其知之乌 这些人家是唱 人家是唱出来的 杨猪呢 做了这首歌 受伎良的委托 用歌来教训伎良的儿子 可是呢 其子扶小 但是他的儿子不懂听不懂这个意思 那父亲死了 儿子当然要找医生啊 就像咱们在座的各位家里面 如果有人生病了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找医生 那他的儿子也只能找医生 还能干嘛呢 但他的爸爸认为儿子不孝 他的爸爸认为 你给我找医生有什么用啊 儿子不孝 但作为他的儿子来讲呢 那他只能找医生 结果呢 中叶三医请了三个医生 来给他的爸爸治病 第一位啊 叫角士 姓角的这个医生 角士未济良曰 乳温寒温不节 虚实湿度 病由积宝色欲 经律繁散 非天非鬼 虽见可公也 这是讲医学的道理 这个姓角的医生说呀 你为什么得这个病呢 是因为气候变化 有冷 有热 寒温不调和 然后呢 你的这个七情六欲 思想 知觉感觉 让你得病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病的力量啊 让人消耗 这个力量啊 其实病的力量可以让人死亡 我们当代来讲啊 把感冒一类的病啊 认为是小病 实际感冒也可以让人死亡 只是我们当代啊 这个医术比古代要发达 那古代感冒呢 那有的时候就是会死人的 甚至可能会死很多人 那我们当代人呢 觉得感冒这个事是个小问题啊 吃点退烧药啊 可能觉得就好了 实际上呢 他就会消耗你 消耗你的精力 消耗你的精气神 消耗他 前两天不是说吗 说有一男的 说什么新冠阳了之后好了 好了 行了防事 然后就死亡了 这就是什么呢 他呢 经过这一场病 消耗到了一个 比较比较严重的 就这么一个程度 他觉得好了 没错 病的症状消失了 但是呢 他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精气啊 被消耗了 然后怎么样呢 他突然行了防事 这一下子把最后一个兜底的 最后等于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那这个里面呢 他就讲了 这一段讲了一个医学的道理 那他就说了 虚实失度 积保色欲 精力繁散 那他说不关非天非鬼 他说不关这个天的问题 不关鬼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医学观点 你要去看这个 你要去看这个古代的医书啊 他讲的是人最起码能活多长时间呢 一个人呢最起码能活12万年 因为七情六欲的变化 高兴一下就减几年寿命啊 哭一下就减几年寿命 生个气又要减好几年寿命啊 12万年减下来 减来减去只能活四五十年啊 听起来很玄很可很可怕 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啊 这个道理呢 可能12万年是夸张了一些 但是人的生命的确非常脆弱 你的这个七情六欲 就是在伤你的精气 太高兴了也是伤的 悲伤啊 生气啊 那这些伤的就更厉害一些 如果医生真的能够 能够治好病的话 那人就不会有死亡了 所以真的是有病要死的话 那任何医生是没有办法的 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他真的是业力到了 该死的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医嘛 一定是要医的 医尽管医 但是死还是会照样的死 人要不死 这是做不到的 那这里面呢 寒温不节 寒温不节是什么意思呢 控制情绪可以长寿吧 当然可以 但是你这个控制情绪 不是控制脸 很多人觉得我只要一脸麻木 我一脸严肃 我这情绪就控制住了 不是笑一下就减少寿命吗 这种喜悦的心情 并不一定需要表现在脸上就叫笑 因为很多人呢 想搞自己 说自己修行高 认为自己修行高 或者说自己修行高 他就开始控制自己的脸 到哪去 就是一脸麻木 一脸严肃 到哪去 比如说 天好的 好好 人家说啥 他也不会笑 人家说啥 他也不会皱眉头 他什么都不会 他就是一脸麻木 人家修行真高 到哪去 大师 这个师兄修行真高 明 都是一脸麻木 冰块脸 poker face 别人不知道以为谁欠他 以为谁欠了他八百掉钱一样 那不叫修行 那是不懂 现在讲了个寒温不节 现在咱们的人就叫寒温不节 怎么叫寒温不节呢 就是冬天没有冬天的样 夏天没有夏天的样 比如夏天热吧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一定是在这个空 在这个房间里面吹空调吹冷气 那现在这个空调 现在人很多的病都是什么呀 大部分的病都是由吹空调吹进来的病啊 这个这个这个尤其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这个这个年轻人啊 怎么说呢 就是动不动就出去开房啊 然后在在在做男女知识的时候是开着冷气 开着那个空调直吹着身体的 那个都是什么呀 这个都是最伤身体的啊 是是最影响是最影响身体健康的啊 很多病都是因为这个来的 但他自己不知道不晓得的啊 这里面呢 我们讲了 他讲的那个寒温不节啊 虚实湿度啊 什么叫虚实湿度呢 什么叫虚呢 比如说吧 我们老不吃饭 有人减肥就是不吃饭 不吃饭 你不吃饭 你胃里空了 那不就虚了吗 肚子里没肚子里没有食物 那没东西了 那就叫虚了吗 什么东西 这这你肚子里没水 这就是虚了啊 胃里没食物 这也叫虚了 你一虚就会怎么样啊 一虚就会消化能力就会减弱 那吃饱了 吃的太饱了 那过多了 吃多了 那就叫食啊 那生病呢 有的人身体里虚了 一虚他就要吃补药啊 那补药也不能乱吃 为什么呢 因为呀 你这个身体好 你补药不是谁都能吃的 什么人能吃补药呢 就身体比较健康的人 他才能吃补药 为啥呢 因为他吸收能力好 你这个补药进来 他能吸收 你身体里边那么那么弱 那么虚 给你给你一个补的东西 你吸收不了 你就好比说你家里特别穷 那突然趴给你甩了两千万 你一个破你一个破山洞 你一个破窑洞 你家里边穷的一穷二百 啥都没有给你两千万 你往哪摆呀 你没地上放啊 又怕小偷又怕土匪的 那叫虚不受补 所以说很多人一感冒了不懂 他一感冒了 今天喝个海参汤 明天来个人参汤 后天补个来个什么 什么什么虫草 虫草什么开始大补 什么高利参呢 又这那的 又枸杞一顿什么呀 我跟你讲啊 本来三天就能好的感冒 你这么搞三个月都好不了 把病反而给封死在里面了 就好像有小偷 有小偷来你家 你把小偷堵家里了 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虚实 虚实这两个字啊 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并不是那么好懂的 这里面说虚实 寒温不节 虚实湿度 湿度了 不懂得调节 自己不懂调整 那这里面讲啊 中国人讲养生 什么是养生 现在人都讲养生 我看有一些电视台还专门有养生的节目 这个所谓养生的节目啊 他讲一些中药啊 平时要要吃饭加点什么中药啊 哪里不好 摁哪里点哪里 他觉得这就要养生 其实中国人讲的养生是什么呀 中国人讲的养生是修道 你今天来这听我讲课 这个这个文化你吸收了 并且照着去做了 这个才叫养生 并不是说你要喝什么药汤子 那叫养生 中国人不讲吃药啊 你去看皇帝内经啊 他告诉你啊 粗浅的病 什么刮痧拔罐 贬食啊 再严重一点针灸 实在不行了 那才给你弄药汤子喝 一般来讲中国人不太建议你老吃药啊 因为你身体自己有药 所以你不要以为养生就是喝药 动不动有人就问我 徐老师我这个得病了 我喝点啥呀 那个我炖点啥呀 这个这个我我弄个什么药方啊 其实中国人古代人呢 小病小灾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病 他不建议你去动不动就老喝药 不不建议你老老去吃药 真正的养生其实是修道啊 那好了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 那叫什么呀 寒温你要知道调节 那冬天就是要冷一点 那冬天你你你你不冷 你也没有冬天的感觉 夏天就是要热一点 那夏天你的身体就是寒温有节 而且有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说天太热了怎么办呢 天太热了呀 你比如你在回家之前 让空调那小开一小会儿啊 就可以了 像我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面 夏天太热了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开开一会儿 那个除湿有一个功能吗 有一个模式叫除湿 往外抽一抽房间里的湿器 那个除湿也能够降温啊 那个除湿本身也是会让房间降温 但是不能直吹你的身体 把这个房间的湿度和温度稍微降下来一点就可以了 那你不要那个有很多人都是开那个18度 一个劲的吹冷风 那那个身体未来什么病都找上来 那还有就是鸡饱 就是虚实的问题 肠胃的问题 那你这个吃饭 我们我们讲正常这个这个病由鸡饱这里面说 那病由鸡饱 吃饭一般吃个七分饱就可以了 首先你不能不吃 但是你也不能吃太饱 不能说遇到好吃的了 你喜欢吃的多吃点 那是不行的 还有呢就是色欲 很多人的病都只有色欲问题上来的 十个人有八九个人死在色欲上面 刚才我举的例子不就是吗 说他这个人痒了 好了之后 一次男女行为 那就直接死掉了 那所以病由鸡饱色欲 还有经历繁散 那有痛苦烦恼思虑 想的太多 所以这个医生看病啊 非常高明 非天非鬼 他说并不是由被鬼迷了 也不是什么 什么什么邪病 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呢 很很喜欢得这个宗教病 什么叫宗教病呢 信个佛了信个道了 动不动得个病都来跑过来问我 于老师啊 我是不是 这个犯着啥了 我是不是 怎么着了 我说你有病先上医院做检查 你来问我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 那是你到医院了 怎么治都治不好 咱才能考虑所谓是不是什么业障病啊 是不是什么啊 哪里哪里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了 从这方面咱们消消业呀 那是到医院了 什么药也治了一检查了一圈 治了一顿 什么都不好使了 那咱再考虑这个方面 在那里有说 我牙疼什么业障啊 那你牙疼 牙疼就是你牙的业障 那颗那颗牙看上一牙科去检查检查去 所以他说非天非鬼 那不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那说虽见可攻也 他说你虽然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但是还有希望可以用药来治疗 那中医西医啊 其实所谓的攻治病的方式 只有三个问题 三个通路 你现在你是 你是什么感染了新冠也好啊 都没关系 你治病 你用西药也好 用什么美国来的什么特效药也好 还是你用中药 还是什么 我建议大家不要搞那个什么莲花清温啊 那个东西没有用啊 那是骗人的 你的病要走 他得从你身体里出来 出来只有三个通路 就是汗吐泻 这个病要么从你的汗排出来 要么就是吐 要么就是大小二便拉出来 只有这三个通路 只有这三个通路 你的病最后总是要出来的 你吃西药也是一样 你吃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普热西痛对以先安 什么的那个 那个不也是让你发汗吗 也是把病从这个汗排出来 那他只有这三个方法 你这个病总是要排出来的 所以药物就是让你干嘛呢 药物就是要把病从你身体里面通过汗吐泻 这三种方式把它排出来 所以为什么让你多喝水啊 多喝水 要么就发汗 要么就是让你赶紧撒尿 或者是大小便 把它给弄出去 让这个病气随着这些水排出来 那伎良这个生病的本人 他伎良本身是有道之人呢 他说众医也 他说是个好医生 说你可以医大众 这个人是个好医生 那庸医呢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庸医 什么是庸医呢 不会看病的叫庸医呗 那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西医啊 你到医院去 他会看病吗 他不会看病啊 他是让你各种检查 先做一圈 他要 那不是他在看病 你现在到医院的那个医生啊 咱们中国现在医院的医生 他是不会看病的 你不要说我狂妄 他真不会看病 是机器在看病 你各种机器指标做一遍 做完了之后 他看这个东西 他是上了六年医科大学 然后那个医生告诉 那个书本上说 他这个高 他就是啥病 那个低 那个他就是啥病 最后他说这个病 就用这个药 所以他不是他在看病 是机器在看病 这个这就在古代来讲 这叫庸医 你怎么能相信机器呢 首先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一样 比如说吧 你说那个指标高 可能我生下来就高 你说我这个指标高 我可能以前没检查过 我生下来就比别人高 而且高高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高了10% 他高了20% 他高了30% 但是你现在对他来讲 对现在的医生来讲 这三个人他要给你用同一个药 所以呢 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一万个人得同一种病 那他是用同一种药的 那为什么现在说治不好病呢 治不好病 其实并 其实并不是因为医术不行了 有很多原因是因为医德不行了 他第一 他不管你这个事 因为他不会 生下来就说 对呀 你有的人有的指标 他生下来就低 他从来就比别人低 现在的所谓的指标 你得没得病的指标是怎么统计的呢 比如说吧 可能在某一个阶段 他抽1000个人的血 抽了1000个人的血 然后检查1000个健康人的血 然后这1000个健康的人 他的血液的这个指标 大概都在这个范围内 那他就定了 在这个范围内的这项指标 那就应该是健康的 低了或者高了 那就都叫有病 不就这么简单吗 可是我凭什么跟那1000个人一样呢 我跟那1000个人都不一样 这1000个人也都不一样 所以说什么呢 不要太相信指标 这个指标高一点 高一点我没什么症状 你现在到医院待着没事做体检 那就叫没病找病 你只要去体检 你一定会有病 为什么呢 你不可能所有指标都在那 他认为的所谓正常范围内 对吗 你不可能所有指标都那么刚刚好 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 所以你去拿一个标准 就好像模特的身材 模特的身材是这么一个架子 把你非得往模特里塞 你非得去往那里塞 你去做所谓的体检 你去往那里塞 你肯定塞不进去 你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合格的 那他认为不合格你就是有病 那你不就没病要找出病来吗 那他就说了 说计量是一个好医生 说他是重医也 急秉之 告诉大家 告诉家里人 给他 送他走吧 把路费给他 但是我不吃药 第一个医生就离开了 接下来第二个医生叫于氏 于氏约如始则胎气不足 第二个医生给他诊完病了呀 他说的理论和第一个人说的不一样 他说呀 你呀 天生胎气不足 就是没足月 有的人七个月生的 有的人八个月生的 有的人九个月生 还有人超月生的都有 他说你胎气不足 那么 这里面呢 他说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胎气不足 然后怎么样呢 蠕动有余 说你要后天 靠后天的营养维持生命 胎气不足 先天的这个不足呢 你老想通过后天补点什么 给他补上来 可是你补过了 反而把身体搞坏了 并非一朝一夕之故 他说你这个生病的原因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其所由来 见已来源很久了 福可已也 他说我的判断你无药可救 第一个医生说可以用药治 第二个医生说无药可救 快死了 济梁听到说梁姨也 说你啊 你是梁姨很好 且实质 招待他吃饭 请回吧 他对第二个于氏 姓于的医生 比第一个的评价要高 又请了第三位医生 叫卢氏 卢氏曰 乳吉不由天 亦不由人 亦不由鬼 秉生受行 即有智之者已 亦有智之者已 药食其之如何 第三个医生说 你的病不是上帝给的 不是菩萨给的 不是佛给的 也不是因为人 也不是因为鬼 一个人既然生到这个世界上 有了这个身体 寿命自然有一个时间 自然有一个确定的力量 有人懂得这个道理 他就不会去与自然抗衡 不会抗拒 他说你这个病 你自己应该也明白 到了某种情况了 吃药啊 打针 那个什么针灸啊 都没用了 换句话说呀 人一生都是带着病的 有的人生病一辈子 他活得比谁都长 带病延年 这就是中国的哲学道理 有的人可怜兮兮 反而活得很很长久 有的人身体很壮 说倒马上就倒 突然倒倒下了 还有的人呢 身体越壮死的越快 有的 你看那个 我记得以前是哪 是中央台有一个天天跟我做 每天五分钟 他活蹦乱跳 天天在电视上蹦的 结果他死的比谁都早 很多人天天早上都跟他做 每天跟他做五分钟 后来听说他死了 他再不起那么早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人生命这个事吧 他不是你看这个人有病没病 有的人病不病啊 三天两头感冒 今天这么的 明天那么的 反正他不怎么健康 但是他带病延年 他带着病 他活得挺长 你看一些有些高僧传 那个高僧传里边那些 讲的那些个 讲的那些个和尚 小的时候都是多病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 有的时候你们也看我身体 老也总也不好 其实我也是多病 这个身体总是不得劲 动不动就不太舒服了 有的人觉得我身体好得很 有的人身体好得很 说不行就说倒下就倒下 这个人跟第三个医生 跟他讲的也不一样 等于宣告死亡了 但计量跟他说神医也 说这是神医呀 好好送一笔礼金给他 第一个医生讲的 他认为很好赶走了 第二个医生讲的也挺好 他请他吃了饭 第三个医生呢 说你快死了 他反而送红包 额儿计量之极自劳 然后呢计量的病自己好了 这是人生的一种哲学道理 那这里面到底体现了 一个什么道理要教我们呢 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生非贵之所能存 身非爱之所能厚 生亦非见之所能厚 身亦非轻之所能薄 故贵之或不生 见之或不死 爱之亦不厚 轻之或不薄 此则凡也非凡也 此自生自死 自厚自薄 或贵之而生 或见之而死 或爱之而厚 或轻之而薄 此思顺也非顺也 此亦自生自死 自厚自薄 雄语文王曰 自长非所增 自短非所损 算之所亡若何 老丹欲观隐约 天之所悟 熟知其故 言应天意 揣力害不如其 这里面说这个生命的理论了 我们看到哦 这个计量啊 他有病了 找了三个医生 然后讲了一个什么呢 讲出了治身体上的病 和生命本源的这些道理 可能是不是计量 就是借着病 然后说完了三个医生来看 有两个说他不行了 结果他病还好了 这就是干嘛呀 他是在干嘛呀 借由病给大家传道 记不记得佛教也有个典基 我以前还讲过这本这本经典呢 也有一个人借着病 给大家讲课的人 谁呀 唯摩羯 唯摩羯你说他有没有病啊 他是借着病 然后干嘛呀 给大菩萨们讲课的 这里面讲这段 列子说生非贵之所能存 他说这个生命啊 不是权力富贵地位可以买到的 古今的英雄豪杰 帝王将相 他们手中握有生杀大权 但是他没办法主宰自己的生命 所以人的生命不是有富贵权势来 或者身份地位能掌控的 你再有钱或者你当皇帝 你想不死也没用 我们可以去看看一些旅游景点啊 那些皇上的陵墓啊 他们都在那待着呢 他想勇士的去统治人民 他做不到 第二句讲身体 身非爱之所能后 说世界上男女相爱 有一些男女爱 爱得轰轰烈烈 爱得要死要活的 但是最紧要的时候 真正性命攸关的时候 还是自己的身体最重要 有的人约好一起上吊 一个吊死了 另一个不干了 突然后悔了等等 所以说说爱人 说爱人 其实最后爱的还是自己 最爱的是自己 比如说我爱你 我爱你 对啊 我愿意为你去死 我爱你爱的怎么怎么样 其实还是爱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跟他在一起 你很舒服 跟他在一起 你很快乐 所以是因为要自己 要快乐 所以才爱对方 所以身非爱之所能后 人最爱的是自己 但是你不管多么爱自己 想不衰老 想不死亡 你做不到 不是你爱就能做到的 你说你爱一个人 能用你的爱让他不死吗 不可能 你爱自己的身体 能用爱让自己不衰老吗 也不可能 第三句话 生意非见之所能妖 那有一些人呢 生命下贱 生下来像古代人有奴隶 生下来就是奴隶 但是他也不会因为 他的身份地位下贱 或者贫穷 而就短命啊 第四句 身意非轻之所能搏 那你轻视自己的身体啊 那有的人很轻视他啊 那就对自己也不好啊 他对自己的身体轻视 那他也未必就很快死 或者不健康 有的人天天就抽大烟 抽烟喝酒 你看他活梦乱跳 他也没觉得咋样 有的人呢 对自己的身体啊 宝贵宝贝的要命 有一些阔太太 每天早上摆一排 来一片鱼干油 盖片 什么什么白梨级 白梨级卢纯 口服液 什么乱七八糟 东西一整整一堆啊 动不动就体检 那又这个打打年轻针 那打这个啊 打这个长寿针 打营养啊 你搞来搞去 你最后你那么宝贵啊 他反而还生病啊 所以是什么样啊 故身非轻之所能薄 佛经里面讲过一句话 长寿是三灾八难当中的一难 啊 如果长寿怎么是难呢 佛经讲长寿是难 为什么呀 你长寿你活得越长 你活得长 你的事就多啊 你每天都快乐吗 那你多活一天 多遭罪一天 所以说长寿是三灾八难之一啊 那这里面说你宝贝你的生命 你也不一定就健康 那见之或不死 你有的时候把他丢在那里 你看有那个农村里边养 那个孩子养出来了 或者在农村里边 他一辈子没睡过什么席梦思啊 没吃过什么好的 也没补过什么营养品 那他挺健康 所以说见之或不死 那都不一定啊 爱之亦不厚 轻之或不薄 有的人太爱护这个身体了 还不一定好得了 有的是随便轻视他 随便对待他 也不一定死得快 此次凡也非凡也 这个道理是最高深的道理 不懂的人看起来 好像是相反的理论思想 实际上这不是故意唱反调 还记得我们这一篇章叫什么吗 立命 这一天给你讲 这一篇给你讲的是命运和业力 你始终要抓住我们 我们这一篇章讲的这个主旨 讲命运与业力在后面起的推动作用 有的人想自杀 你们看过没看过一个例子 这人想自杀 他想上吊绳就折 他上吊八次 绳就折八次 他想跳楼就有人拦他 他想干啥他就死不了 他想跳河 跳河跳里边就浮起来 自己扶起来 他自杀了三十多次 他就死不了 他去摸电门 摸电门当时马上就停电 他摸电门 把那钢拆下来就停电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吧 这是真事 这不是乱变的 不是电视电影 他自杀三十多次 他都死不了 那一般人呢 那一般人 你有的人自杀一次就 就就就就就就 就嗝屁了 这个道理呢 是最高深的道理 这一篇叫利命 讲的是业力和命运的 推动作用 此自生自死 自厚自薄 生命这个东西 不是由什么上帝神仙 佛菩萨决定的 不是 人这个命啊 他有一定个程序 他是自生自死 该死的时候 谁也救不了 自厚自薄 有时候你觉得 自己这个生命 好像因为自己保护的好 活的长 非顺也 你好像看起来很顺 不是这样 不是你的本事大 你把自己的生命保护好了 这是自我生命的 一个哲学道理 下一个 玉雄 玉雄与文王约 玉雄和江太公 都是文王的老师 那这个呢 玉雄是 道家 道家给他 认为他是一个神仙 他对周文王说 自长非所增 自长非所增 这就是你修行的原理 那什么意思呢 你想修 你想修行啊 修行不是你修了多少 是自生自长的 不是人为能增加的 我们讲修道 有这么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做为学日增 为道日损 你真正修道 不是每天要增加什么 恰恰是每天要减少什么 减来减去减到减无可减 你就成就了 你现在的人修道都是在增加 都是在往自己的身上增加东西 套上了更多的我见 那反而是错误的了 有人说了 那于老师 那我那我今天说 给自己加一个这个经典的变数 或者我又加了多少遍准题 或者我又加了多少遍冷言 这个算增加吗 注意这叫为学要日增 你学习修学要日增 修道 为道要日损 你修道要减 减少的是你的知见 减少的是我见 把你的各种知见给他拿掉 那都是你的所知障 你自以为知道的东西都给他拿掉 然后你最后甚至拿掉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拿掉了我的限制 减到减无可减了 你就成就了 所以这个增加与减少 你要明白增加的是什么 减少减损的是什么 减损的是我见 那你这个增加的是什么 功课你要增加呀 学的东西内容知识 你要增加的 为学你要日增的吗 你要增加的 我让你减少 不是让你把你的变数减少 不是把你的功课减少 减掉的是你的见地 是你的知见 是我见 把这些东西减少 减少傲慢啊贪啊撑啊吃啊减这些东西 那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所以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一辩论 他就说哎呀 那你这么说为道日损 那我们的功课都不要弄 不要弄算了 减少了算了 这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感觉这个人的层次非常低 你那个叫为学 你的念的那些变数 那个叫为学 那不叫为道 为道的日损 减少的是贪嗔吃慢衣 减少的是知见 是我见 拿这个东西来辩论 就只能显得你的层次非常低 你的你的修学连门都没入 怎么能这样做诡辩呢 然后怎么样啊 你想长生不老都不是你修的 圆满也不是你修出来的 是你本来就圆满 你只是把那些多余的东西拿掉了 把乌云拿掉了 扫掉了而已 字短非所损 有的人想很想快点死 想糟蹋自己 其实你也糟蹋不了 因为生命本来不生不灭 算之所亡若何 说你算吗 你再算 你这个业力推动的 该有的 你想逃避也逃避不了 没有的 你争也争不到 有人说了 那不还是命运吗 注意不是命运 是业力 业力是你自己造的 是你过去自己造的 这些业力凝结成的 这种所谓的力量 这个叫业力 老子对观银子说 天之所物 熟知其故 他说上天自然有个法则 这个天就是形而上的本体 生命的本来 生命的本来 他没有这个东西 该灭亡的时候 谁也做不了主 谁也留不住 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下一句话是列子说的 列子说 颜迎天意 揣厉害 不如其矣 他说你想迎合天意 想揣测厉害 历晚天心 现在人算命不就是想揣测厉害吗 想要了解天是什么意思吗 你去弄八字啊 摇挂呀 去干嘛呀 你就是想揣测天意吗 你拉得回来吗 你真的能揣测出天意吗 他说我们迎合天意 揣测厉害 都是不应该的 不如其矣 还不如放下算了 听其自然 这就是讲业力与命运 这是真正生命科学的道理 大家读到这里 有没有 这是老子讲的和列子讲的 这些道教道家的祖师也讲的 你现在道教人士都算命 都弄八字啊 姓名学呀 搞这些个 这些个这些个算命啊 八卦呀 都搞这些个东西 其实你看一看 这道教的祖师爷们 老子也好 列子也好 他们是告诉你 你不要去 言赢天意 揣厉害 不如其矣 说你去搞这些算命的这些东西 你不如放下算了 这真正的道教的祖师爷 其实是反对算命的 当然了 人家也没创立道教 他们是反对这些事的 老子是老子是告诉你 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一切自然后面有生命的这个本本来的这个道在推动 那你不用去揣测他 你算算他也要变的 易经就是讲变化 算了又怎么样 算了你也不一定算的准 因为算完了 你现在是准的 过两天他就变了 他就不准了吗 不如其矣 他说你不如放下 不如听其自然 那你看现在人说那个姓名学 那天我还讲这事呢 姓名学 有人说 我问他 那个前两天我见了一个 那个就是算命的 他就是算命的 我们聊天 他就说你算姓名 我说你甭给我 他说余老师 我看看你名字怎么样 我说你甭给我算 我不算的玩意儿 他说为什么呀 我说我这鱼雷这俩字 你告诉我 你用什么字 别说鱼雷了 任何人 什么意思呢 咱们现在有所谓的简化字 简体字 古代还有繁体字 我的意思就是 你用什么字 他说按康熙字典算 他说按康熙字典来算 那正常来讲 现在算姓名 你算名字 笔划数都是按康熙字典算的 他说的也是没问题 但是我逗他玩 我跟他抬杠 我跟他抬杠 我逗他玩 为什么要逗他玩呢 我让他去误啊 我想让他误到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行当 当然他用来吃饭 那是他的问题 那是他吃饭的家伙 那是他吃饭的家伙 所以呢 这个我不管他 但是呢 我逗他玩 让他去思考 思考什么呢 我说你按什么来笔划数啊 他说按康熙字典 我说康熙字典是哪个朝代的字典呢 他说余老师 这那还用说呀 康熙就是清朝的呀 清朝时期的人编撰的字典呢 我说那你算姓名学 你的这一套你的这一套玩意儿 你是你是你是依据什么呀 他说我依据易经啊 我说易经是是是周易吗 他说对周易啊 我说周易是什么时候的作品呢 他说周易是这个这个周周易吗 周朝的吗 我说你用周朝的算命方法 你却用清朝的字典 你清朝的这个字体 跟你周朝的这个算命方法 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你呀 你要是真要算姓名学 把易经搞清楚了 你得用周朝时期的文字 来算这个姓名才对吗 你用清朝 清朝那那周朝的时候 那要比清朝那早上多少年了呀 那周朝的时期用什么语 用什么文字呢 用甲骨文 你真要你真要把这个算命 姓名学这个事你要研究清朝 你得把甲骨文给研究清楚了 为什么你用的是周朝的学问 你用的是周朝的算命的这个 这个易经周易的文化 你用周朝的文化 你就得用算姓名 你就得用周朝的文字 因为人家那个写的时候 人家定这个数理的时候 是根据人家那个时候的文字来定的 他又不是根据康熙字典来定的 他认识康熙是谁呀 那康熙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不是 都都见不到周文 都见不到人家周朝的人 他俩都不是一个年代的 人家定这个算命的 这个算姓名学的文化的 他怎么可能用康熙字典的笔划呢 那他是用他当时的文字来算的呀 那你怎么能用康熙 清朝的康熙字典呢 我这一说 哎呦 给他干懵了 他说那都是这么算的呀 我说对呀 那都是这么算的 你就只能这么算了 为啥呢 你再让你写甲骨文 你也学不上来了 然后他就真的正住了 他真的愣住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讲的有道理呀 你说我讲的是不是有道理 因为你你算姓名的这个 你按笔划数算 你既然这个文化是周朝时期写出来的 告诉你怎么算 吉凶祸福 那个名字怎么算 那你就得按当时的人的文字呀 哪个朝代的文化 你就按哪个朝代的文字呀 反正你拿现在简体字肯定不对 这是这是我们大家都认可的 拿简体字的笔划肯定是不对 那你拿康熙字典的就对了吗 你康熙字典是清朝的 是清朝人家编撰的那个繁体字呀 可是周朝的时候不用这个字 周朝的文字也不是这个字啊 我给他说懵了 算着玩 算着玩可以 算着玩你怎么 你拿哪个你拿简体字算都可以 因为他不准吗 他不能说准了吗 所以说准呢不准呢 不过都是游戏而已 至于在游戏当中是否找到快乐 是否收获金钱 那就另当别论了 鱼雷作品